选新禁绷的还有基隆市候选人打出合体牌 纷纷找来总统及大咖助阵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谢国良要再度找来 前总统马英九助选 至于对手蔡胜宜下午也有总统蔡英文来助阵 要拼出最强气势 而败票之外两人仍然互攻 对方抹黑出奥包 双方炮火依然猛烈 穿战雨衣不畏风雨 在战车上卖力扫街败票 选前最后一天基隆选新紧张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再度找来前总统马英九助选 更来个胜利之握 再握一次给大家看 同一时间对手蔡世英一大早站在街口 在市长林又昌陪同下全力催票顾票 再说大家票罚赶票蔡世英来 输人不输政 蔡世英同样找来大咖级人物来助选 前副总统陈建仁 总统蔡英文分别在上下午前来助阵 要拼出最强气势 不过除了全力败票外 双方炮火也打得相当猛烈 近这段期间 我们有批评过对方什么事情吗 没有 都是对方在抹黑啊 比如说他自己的团队去汇选 说是我们指使的 我昨天是很诚心的呼吁各个阵营 我没有特别指是哪一个候选人 或哪一个政党 那我呼吁各阵营 还有各个政党的候选人 都应该要把最后的48小时 要把局势要来稳定住 选前关键最后一天火药味依然浓厚 蓝绿重兵服选 判能冲出最后选票 记得蔡志恒基隆报道